但是你看,他吃了这东西,这个是一个人分二十几件的餐具,看起来每一样都像在艺术边,你看,每一样分类分成这样,这么细,所以这个一个餐厅,一个旅馆,或者他所经营的会成功,其实他是有非常多的想法,然后非常多的创意,但是最主要是让你名字如归。 对,而且呢,他在,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元素之外,他在让你品尝这个会食料理,会有一种趣味性,加了一些小小的这个技巧在里面,比方说呢,他们的这个装海苔,日本吃饭,不是光,外面包海苔,对对,他会用海苔这样夹起来,然后再沾酱油这样吃,装海苔的这个袋子,就很有趣味性,比方说这个,我今天有带一个饭本来,这个是属于月, 他们用雪月花这样子,也是配合季节,那这个袋子呢,看这个字,它是 ノリ,就日文的这个海苔,这个ノリ,可是呢,他的这个ノ跟リ的写法呢,又有一点点小改变, ノ把它写得有点尾巴弯弯的,然后リ呢,把它再下来一点, 如果你再稍微再看一下,会有点变成 ノシ,那这个ノシ就是他们红包袋的意思, 你吃了这个,里面的海苔吃掉以后,那这个红包袋呢,它非常漂亮, 我们就可以拿来做红包袋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本人,我们常常这个,像我们电视台很喜欢播日本创意的节目,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出来,这个细节很重要,说到细节,我们带你快速看一下呢, 也是这个周星月小姐书里头,他特别讲到,这个细节有多么的要求, 一般来说,我们去穿衣衣,大家就是男生一个size,女生一个size, 可是在家客屋里头呢,可以说是十人十色,大概是这个身材差几公分, 就有一个不同size的衣衣,所以,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这个女管家的一个文化在里头,女管家会看到客人进来, 就观察你的这个身高体型,然后地上一件适合你的这个衣服, 让你来穿着,所以确实非常注重细节, 我们稍微大概来看,其实这一家这个家客屋来台湾, 它不只是一个所谓顶级之外,它带来了一个非常极度细腻的服务精神在里头, 就是我们所讲的女教文化,而女教文化的精神到底又是什么, 我们稍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0度鞠躬迎宾,为礼问候,送上茶点, 原汁原味的日本女教文化,早在1896年, 台湾第一家河峰温泉旅社就在北投, 也开启北投的温泉文化, 民国60到70年代达到高峰, 后来因为北市大力扫黄, 毕竟SARS生意逐渐下滑, 现在尽管回流也只有全盛时期的七成。 电队业者迎回女将文化, 在当地有38年的老牌饭店说不怕, 也是很乐观七成, 它做得越好,我们其他的业者也可以呢, 赚一点利益嘛。 走平江路线,策略得够明确, 才能够在旅馆林立的北投找到生存之道。 好,或许很多观众朋友听到这个女将文化的时候, 会觉得很好奇, 什么是女将,日剧里头有啊, 什么女将,女将一堆, 那其实呢, 女将就是女老板的意思, 我们也特别看到这个家河屋里头呢, 当然女老板只有一个, 可是训练了很多女管家, 来帮客人做宾室如归的服务, 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小秘密, 这个纸呢,叫做怀纸, 在河府里头, 就是塞在这个我们的女管家的胸前, 这个怀纸其实有非常多的功能, 也是她一个所谓非常细腻服务的表现, 大概赛斯就是讲这个样子, 平淡无奇, 可是她的功能很多, 也代表的是对客人的贴心, 这个部分叫请秀瑞跟我们谈一下, 对, 这个怀纸的功用很多, 像老板娘她会跟很多人换名片, 那她换名片的时候, 不能够贸然的就空手这样的去接, 她一定会把这个怀纸, 刚刚主持人拿的那个怀纸, 就是放在前面, 然后对方的名片呢, 她会承接过来以后, 是放在怀纸的上面, 再收进来, 然后翻开怀纸, 她的名片就在里面, 然后再拿出来, 再给对方, 老板娘的名片也放在怀纸里头, 然后她赢这个客人的名片, 也是放在上头, 她会赢到这种程度, 因为空手拿, 用自己的手去拿对方的名片, 好像有点失礼, 所以她会放在怀纸上面, 所以等会我跟各位换名片, 我要把这个怀纸来用一下, 有时候这手还可以扣个鼻孔,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 这个细腻的程度, 真的是不同一般反应上, 所以女王, 你是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偶像, 常常去旅游, 那对于家客屋,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方式, 你会觉得说年轻人在台湾, 我们先不管财力啦, 因为这个比较贵一点, 会不会觉得说太繁琐了, 还是你觉得这对于年轻人来说, 也极有吸引力, 我觉得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既然我们今天花了这个钱, 我觉得就要享受更好的服务, 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 像我自己常跟我一些粉丝去旅游, 然后有些很高价的团, 其实都是七十几年次的女生在参加, 真的哦, 所以其实年轻人的消费力, 其实越来越厉害, 是,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 我在看到这个书里头, 写的最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它这个笔记符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也把这个问题, 为了台湾佳贵屋的老板刘总, 因为在信瑞的书里头, 特别写到说, 就是佳贵屋有客人啊, 喝得有点醉猫猫啦, 居然对这女管家说, 我指定要喝哪一个现出品的这个sake, 可是呢, 根本不是在佳贵屋所在地, 他得坐计程车, 跑到大老远到隔壁的县, 买回来, 然后放到这个桌子的前面, 所以我就说, 如果说这个刘总啊, 如果你们这个台湾客人说要吃严肃鸡的话, 你会不会出去买, 他说没有问题, 我们厨房马上做一个严肃鸡给客人, 我想说哇, 这样这个服务的等级实在是太高了, 我觉得其实他们这种就是一种把客人放在心上面, 因为日本人他们今天就所谓一起一会, 什么一起一会就是呢, 他认为就是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一生中就正一个机会, 这一生的moment成像, 就他们非常重视在这样子的情况, 会让觉得客人觉得说, 到了那个地方, 就是会觉得说你是被奉为上宾的感觉, 所以我刚才会讲说, 刚才去做红帝, 其实我讲的做红帝不是说, 有你这样跪下来给你, 是讲的意思就是, 包括刚刚讲的寓衣, 寓衣的话呢, 其实他寓衣有很多种, 他不只把寓衣给你, 他会教你怎么穿, 他不知道男生他教你怎么穿寓衣, 这个其实寓衣来讲很多时候, 我们不太会穿, 所以说呢, 包括就是他可能会帮你解释任何每一个环节, 然后呢, 包括你要离开了, 他会这样离开一一的, 这样子就挥手敬礼, 直到你的车子已经,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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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的, 他还在那边挥手敬礼,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我讲的, 日本的这种独特的精神这样子, 对啊, 就挥手挥到看不见你, 他才那个, 他不会说, 已经走了, 就几个人在那边聊天, 没有, 在台湾可能很容易这样, 那时候我们的旅行团, 扮这样豪华的那个, 旅行团去日本的时候, 我那时候台湾人有些是很害羞的, 义衣就穿着就跳到水池里, 连义衣去趴被人家看啊, 保守啊, 那你开始会觉得说, 人家在日本那是很失礼, 你就会有一些动作, 但是因为互相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后来慢慢调节, 然后他们是站在客人的立场, 但是客人后来慢慢发现, 这个很多动作, 其实是不礼貌的, 这种丁字如归的感觉, 其实我举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他们一家人到日本的家库来, 然后来的时候, 他们就提到说, 父亲刚刚过世, 那结果家库, 在帮他们准备餐点的时候, 把他们家人的照片放这里, 就是有他父亲的照片, 父亲的餐点也在这里, 过世往生的父亲, 就这个叫阴扇, 那你看看, 很多人, 你平常讲说, 爸爸年纪大了, 我们要带他出去玩, 可是他父亲过世了, 那我们出去玩还是很怀念他, 带着他的照片, 有他的饭, 那种感觉别的饭店, 大概不太容易做到, 对, 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 就是刚好, 这个小松先生, 他们一家人来这边度假, 那跟客师系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通常这种日式旅馆, 客师系他们都会先跟旅客, 就他接待的这个主子, 刚刚提到的当皇帝, 接待这个主子, 今天来这边是全家人度假, 还是要庆祝生日, 还是怎么样, 他们会先问好墓地, 后来他们这样聊天聊天, 发现说小松先生提到他爸爸过世, 那之前他们有想要来这边一起度假, 那照片也给这个客师系管家看了, 管家就不动声色的, 赶快通知厨房, 马上准备了这个阴扇, 那这种阴扇呢, 它就是日本的一种习俗, 如果有去远方的家人, 或者是过世的家人, 他们会在用餐的时候, 也准备一份表示那种怀念啦, 还有祝福啦, 这样的意思, 是,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去过日本的家贺屋的朋友, 会有这样的体会, 但是其实我心中还是有个问题, 我们做记者总是比较这个问题很多一点, 我说起来有两个, 会不会有些人因为看了书, 听到我们节目讨论, 上网Google一下, 发现哇, 可以做这样的服务, 会出一点难题给台湾的这些女鬼这样, 讲的比较直接是很奥客, 我就来看一看, 什么叫令人感动到流泪的服务, 然后完全不对客人的要求说不, 会不会有这种客人出现在台北啊, 会, 我们就是这种客人, 你去住过了是吧,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讲一下, 我是说像他们那种顶级服务, 第一个他们不太收小费, 第二个就是Never Say No, 他真的是想办法帮你做到的, 这个不是只有这个家贺屋, 这个全世界顶级饭店, Consage, 他们都可以做得到, 就是说你今天, 我随便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个Consage, 客人说他来不及赶上一个火车, 他去说服那个铁路局, 帮他加挂一节车厢, 就是说他买不到车票, 就是说家屋把日本的女江文化, 跟所谓的英国, 源自于英国的管家服务两个, 还有Consage, 就所谓香港话叫Model Day, 他们这个东西就什么都做得到, 全部整合在一起, 你提出任何的要求, 只要他能力范围之内, 他都做得到, 那当然了, 你可以试着去挑战, 但是不要太难, 你说我要坐个直升机, 从北头飞到土里, 不是, 那姚拉哥我有问题了, 你已经触过了, 你有没有出了什么难题给人家, 老实讲没有, 你没有, 你就这样子这么乖的熏气了吗, 想不出来啊, 太亲切了, 对不对, 你不是就你在那个地方, 就吃饭就吃了好几个钟头了, 泡汤, 早上起床泡一次啊, 然后呢, 出去, 他对面就是那个北头温泉公园, 走一走, 回来又要准备吃午饭了, 吃完午饭, 休息一下, 又去泡个汤了, 泡完汤又晚饭了, 没了, 没了, 所以呢, 实在太舒服了, 来不及给大家出难题, 所以我们刚才用了这样的篇幅来看到, 这个是日本系统, 台湾有很多的朋友喜欢日本系, 但是我跟女王呢, 我们很喜欢那种时髦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介绍呢, 在台北有很多很时髦的国际连锁大饭店, 有两家在台湾落着了, 是怎么样的一种时尚的全新感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